现在看到画面上搭乘气垫艇 模拟抢滩作战的 正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精锐之师水陆机动团 这个日本版的陆战队 在本月24号正式成立第三个连队 驻地位于九州最南端的 长崎县佐斯堡市 由于新部队成立事态非常的重大 日本防卫大臣牧原仁 也亲自来到成军典礼现场 他跟在开幕致辞的时候 叮嘱新的连队 离岛的防卫 攸关整个国家的安全 而且日本政府绝不容许 任何一方透过武力片面改变现状 好 其实从防卫大臣 他料下的重化 还有新连队部署的地点 就显而易见 水陆机动团第三连队 是要肩负西南岛屿的防卫重任 嚇阻中国的海上扩张 其实总体来说 水陆机动团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在日本领土遭侵占后 随即从海上登陆 并在陆上战斗 迅速夺回所有的离岛 而现在除了这支生力军 加入捍卫冲绳的行列之外 自卫队也在附近的岛屿 扩边反舰飞弹部队 而未来新基地也计划搭配 V-22鱼鹰悬翼机 协助执行武力投射的任务 维护区域安全 如此灵活的战力编制 不仅能在和平时期 进一步嚇阻区域威胁 这包括监控北韩的飞弹 抗衡中国海军 万一日方极度担忧的台湾有事 也真的一触即发 水陆机动团也预料成为 第一支外国反应部队 现在我们来聊聊 同样也是日本国内消息 不过这回要看的 不是地缘争端大国角力 而是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新闻 好不管是什么食材 一到了日本厨师的手里 几乎都可以玩出新花样 成为创意料理 就连吃起来最简便的泡面 也不例外 日本知名企业日清食品 最近就推出了所谓的 糜肉泡面 从画面中一目了然 糜肉泡面满满都是肉块 连一条面线都没有 这是因为以往所有的泡面 都只含有几块小小的 四方形肉块 不过这种配料 却广受日本民众的欢迎 于是日清食品就突发奇想 干脆出一种 全部只有肉块的泡面 直接让爱好者大饱口服 根据包装的营养标示 迷肉泡面成分包括猪肉 猪油 酱油 洋葱和调味料等等 每100克就等同628大卡 除此之外 由于这种完全是肉的料理 很难单独的下咽 业者还加码分享好几个肉块相关食谱 例如将肉块泡水后 再拿去和白饭跟蛋一起炒 就能轻松煮出 迷肉爆增炒饭 或者将肉块加水 再放入泡菜炒到干 最后盛在饭上 变成迷肉泡菜洞 对于偏好西餐的涛客 也可以把肉块捏成肉饼 加入麦粉与胡椒 煎成迷肉汉堡 当然除了这些稍微复杂的料理之外 也可以简简单单的买一碗面 配一碗肉就好 直接让那些嫌弃肉块太少的人们 一次吃得过瘾 好 最后再讲完奇特的美食 我们也来看看一种怪异的情景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些男男女女的脸部 严重扭曲变形 乍看之下 可能还以为这是某一部惊悚片的场景 事实上有一位美国男子 他睡一觉起来 就真的看到身边的人 全部都是这种可怕的脸孔 不止耳朵上翘 眉头皱起 整个面孔都被拉宽 结果一经诊断 才发现这名男子 罹患的是面部辨识 变形症 据了解这种罕见的疾病 属于视觉失调的一种 全球加总起来 根本不到80名患者 他们的症状可能是脑部损伤 中风或者是癫痫引起的 像是美国这名患者 本身就是创伤压力症候群 他还曾经一氧化碳中毒过 头部受创 但更压抑的是 几乎所有的患者 即便看到变形的人脸 都还是能清楚分辨谁是谁 而且患者透过电脑萤幕 看人脸 却都突然变得一切正常 虽然目前为止 医学界对面部辨识变形症 还有许多疑问未解 不过研究人员已经发现 可以透过绿光缓解症状 因此最好的疗法 就是给患者 佩戴绿色镜片的眼镜 舒缓病情 以上就是这节的国际推播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